就是有个外国小姨子呀 咋操的 那是真开放啊 今天呢 又得去教学生跳舞去了 我小姨呢 帅我样子陪个逛个街 怎么回事呢 这我俩那天喝多了吗 我搭她去泡温泉 你说这外国小姨子 你说得多开放 你说哪能再挤 我就去去去挑比基尼 你要是从论理道德来讲 我根本就不会挑这玩意 我也学不明白 但是你要从这个个人角度来讲 你姐夫挑这玩意挑的 觉得那是专业的 那绝对是科班出身 这家死不得 这么着啊 谁想要看我小姨子穿比基尼的 我就看这条视频点赞评论能有多些 点的多评论的多啊 下集更新比基尼 你以为吧 我跟我小姨的话呢 单独泡温泉的 没想到今天优劣也过来了 他现在小姐俩吧 现在身一脚前一脚 砸岔的 现在给我整的 现在我有多少有点属实迷离 你就是在淡定的男人 贪神这姐俩都不带得难的 你说这小眼神是不是老叼着你 你说的 这还能有个好 你说的 没好这一天 你说这老俄罗斯这地方你也找不明白 洗澡进屋都得光光不着啥的 你说你他不带口罩 进门这地方让你简单意思一下 你说你扯这干啥 你说你瞅着存衣服这地方这大马 整的口罩吧 半袋不带的 小鼻子给外面吃吃 你说你要不要不你就仔细 你整着我这男生就得回呀 今天优劣过来了 今天优劣不过来呀 我说早晚都得犯错呀 这一会儿给人家挤过一下眼睛伸一下舌头的啊 姐夫一会儿你教我怎么游泳啊 我不会 还有这老战斗秘筑也够生性的了哦 你说咱讲话了 没等进之前得签个生死状啊 怎么回事呢 意思你要签死了咋操 你要淹死的 你更往蒙不住啊 哈哈 这回也签完字了 手指头往里进了 优劣问我这回你干嘛去 我说我也进去了优劣说你给我滚着脖子 你是你往这女运进来干嘛呀 我说你快快快快台班啦去吧你 我有电视都看过 你日本俄罗斯都不分男女 都说一起一起的玩意 快起来 哎呦我赛了 纯纯啪雷了吗 这不是 真服我的眼光啊 我选的笔记你真好看的 配上小姨的身材那简直是完美无瑕了 我现在我来吧 好好泡泡温泉茶的 好好放放松 你这这家可倒好 你这咋差的 不让我得男的 这眼睛给我累的 给我走给我整气势眼了给我干散光了 哎呦你吧 哈哈哈哈 这老哥的私啊 虽然说低大物博 但一年12月他有八九个月他都冬天 那现在这家里暖气片五六月份还刚刚烫停的 今天呢 你看这哥的四小公斤他白净 那有皮肤啊光说管他叫老毛吧 他长的小毛啥小哈毛可承重了 我现在我现在小姨的我心想绣头都没脱啊那这怎么办 哈哈哈哈 这小井啊该打是打的啊 太美了 哎小姨了 哎呦哇 你是男生你叫哈毛这么重呢 哈哈哈哈哎呦我叫哈毛这么重呢 哎你看我这个都没有 啊我没有我没有我们家我们家你去你看你看你这个小姨呢 白下你这有皮肤了啊 我看 我看你这一小油了 我去边 有这个腰鬼他俩录一个水中芭蕾卡丘上我心太行喽 哎呦我这小卡丘上我 哎呦 我太美了 存存小美人鱼啊 优良 我这小姨子上太好看了 我能亲她一口吗 不是 我说 张套 看 姐摸摸你手 哎呀我 我这小姨子吧 刚吓死我还不会游泳呢 一会我准备教她 跟优雷说一声 手把手的交 小小的优雷这回算是彻底吃醋了 她老妹不会学游泳 非让我教她 不行 你以为你姐该生气了 优雷 她说她不会要教育的 行不行 她不敢rap你一种 别像即使人鲸鱼 她不肯定我帮你帮她 帮她 上 来 帮她把我做的 我都给你用钱 叫你帮我和你吃 呗好 像没有 呗 呗 呗 就好 你在ssä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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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啥呀 说什么 这个宝贝谁胖谁不迷糊啊 这不随时成功路上的半脚石吗 远离宝贝 咱们好好读书 好好学习 早睡早起 加油 咋操的 你看我小爷的岁儿不大 你还挺有眼光的呢 你要教游泳姐我是最专业的 一般男的我都不教 亲自我教女的 话说回来 幽灵亲为啥生气 幽灵 能不生气吗 来三个小时 你说你帮我老妹就在这池里面晃哟 都晃下班的 你说你还给他嘎的 你还绑的不放 你要干啥呀 文龙 你往说再一回点你 修修修修 这不前两天去我老丈人家了吗 给他准备了几条滑子 这俄罗斯呢 别扭的小洞哥 这一直迟迟没到 今天那可算到了 还有很多粉丝给我评论呢 说我老买点五粮叶茅台啥的 其实给你们解释一下的啊 像这种液体啊 一般往国外游 它也不好游 这滑子也可算咕噜过来了 再一个啊 今天呢 就这小滑子 他给大家当眼儿跟人家给见了 说这玩意没花多少钱 有点整个小死初那是跟他爸一样一样的 那什么你要是跟你爸一样呢 我就不跟你一样的 有点 我对你爸也还行吗 有硬的我都没买没软的 这小滑吧 到时候让你爸上网搜一下吧 软是什么意思啊 跟你爸说一声 我现在我硬饭吃不了了 我只能吃软饭了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傲优量 你爸是存骗骗的 你爸跟我说完了说那个去去去赛啊 说换表五七零 可竟然是你啊 车那五七零呢 你爸是存骗过吗 可这块 别笑了 手手装带里头 坐那里头 走 给你爸邮我家 存骗我 阿曼怒 存小骗骗你这爷俩 这俄罗斯吧 虽然说低大物博 但是呢 道路交通很不好 再加上这人流啊 太不密集 就啊 那东北话讲话 都没搁一块堆 那特别分散 所以说他这个物流啊 根本就不流行 优格快递啊 要是在咱们国内啊 大方会说话的孩子 帮个六七岁都能给你搬粒粒粒粒的 这家宰俄勒斯啊 还得开车上着火车站呢 还是客运站呢 这家过来优劣意思说呢 不行哥 客车烧走得了 我说优劣去败扯了 这眼也不少钱 你再给烧丢喽 哎呦我的妈呀 还有的嘎整这一出这个客车烧东西 邮局这一出呢 我说邮里不行咱俩养几个胖哥都得了 我叫你一下子什么叫做飞哥穿滑吧 还有什么哈哈哈哈 进屋以后呢 简单的咨询了一下吧 有点老家呢 距离一卡吉林宝400公里 呃 这几条滑的预计应该是五天以后才能到 当时听话我都喷了 我说那咋整啊 我说交钱吧 我说那有那 这一出的